自从我们离开哈法,然后凯文小宝贝就特别想念海滩 今天爸爸带她来了 这个安大略湖虽然是一个湖,但是看上去跟大海差不多呢 哇,太壮观了 这景色真是太美了 真的是超级的喜欢加拿大的秋天 好多的树叶 哇,真美 我们是居住在加拿大的凯文一家 故去我们开着自己改装的房车环绕北美整整一大圈 自从凯文爸爸决定购买一辆空的Cargo One像是货车 然后自己动手改装成房车 带着凯文宝贝周游北美 我们的频道就正式诞生了 第一季北美房车环游共42集 历时一年的时间才更新完成 还没有看过有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频道主页 这里不仅有我们在美国加拿大房车环游的视频分享 还有我们在大西洋边美丽的灯塔旁度过的快乐时光 以及我们开着越野车到幽深的丛林湖泊旁 生篝火烤梅花糖的美好回忆 这些Vlog都在等待着与大家一起分享 2021年8月 我们正式离开哈利法克斯搬家的多伦多 本集我们带着两个宝贝来到了多伦多安大略湖边 移出美丽的沙滩上 享受着这里的宁静与美好 之后去品尝起了美味的越南牛肉粉 第二天我们骑着天动滑板车 来到了一个景色优美的trio里 意外的钻进了一片美丽的森林 在这里我们彻底的被加拿大迷人的秋天给征服了 晚上我们又来到了如童话一般的Univill小镇 在路边吃起了美味的烤串和sushi 接下来就把这集多伦多生活 围绕个分享给亲爱的小伙伴们 看看凯琳这吃饭的现场 翘着二郎腿 翘着二郎腿在这吃脚丫 吃完饭就开始啃自己的脚趾头 这才叫笋指原味 笋指原味鸡 看前面这个树 现在已经变成黄色的了 好漂亮 我们今天跟着爸爸到多伦多这边 Scarbo有一家游艇配件的这个店 现在爸爸改装房车 又要来这采购好多东西 哇这好大呀 对我们之前在哈法 上一次改装房车的时候 也是去那个yout shop 然后买了好多东西 这次又来了 这边这个好像是潜水员带的吧 潜水铁里潜水员带的头盔吗难道 太逗了两个小宝贝 手牵着手在那逛商店 嗯好妈妈跟着你们两个小宝贝超喜欢陪着爸爸逛种店 凯琳基本上是被凯文这拽着往前走 超可爱 去哪都要牵着妹妹的手 凯文给妈妈看看你拎的是什么 一个假的小孩 还是逗凯琳呢 给凯琳吓得直跑 这是一个假的小孩 一个小玩具 这是卖小baby的救生衣 两个宝贝去找爸爸去了 爸爸在选房车上的电线呢 到这好新奇啊 两个小朋友就跟到了儿童乐园似的 我们现在开车到了多伦多这边的一个小海滩 不是海滩 是安大略湖边上的一个小沙滩 然后这边好多的海鸟 看看现在这个秋天的颜色越来越明亮了 多伦多这边风意还没有全都红 北面已经都红透了 然后过几天这边应该陆陆续续全都红起来 就会特别漂亮 自从我们离开哈法 然后凯文小宝贝就特别想念海滩 老是喊着要去beach 今天爸爸带他来了 这个安大略湖虽然是一个湖 但是看上去跟大海差不多呢 好美呀 凯文喜欢这儿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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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音好好听啊 好像又回到了海边似的 小小人儿在这儿听海浪声呢 看凯文这小造型 要起飞了这是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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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过来 太干净了这个游泊 保持的真棒 这个beach旁边就有一个小tale 漂亮啊 我们进去散散步 两个小宝贝好友爱的跟着爸爸 我们进去散散步 看看一个孤独的小背影 孤独的小小人 快来呀小小人 走走停停 还在这看看花花草草 走了回家了 小小人上车了 看看现在这车子进展的好缓慢呀 因为爸爸还得上班 现在这龙骨 刚刚把上面也打完了 这龙骨基本上都成型了 该进行下一步了 到这个斯卡布尔这边来吃个越南牛肉粉 这边是可以在户外吃的 不用在里边汤食 看两个小宝贝已经就位了 做好等着吃东西了 好棒啊 菜单好丰富啊 这边招牌牛肉粉 大碗最大碗是14块9毛9 小碗是10块9毛9 爸爸点餐两个小家伙在这捣乱 现在已经没什么人了 这个婆拉萨里边好多好吃的 特别喜欢这个婆拉萨 凯琳在那看人家骑某的车呢 多伦多人气太旺了 现在还不是什么饭点呢 然后就这么热闹 哇 我们点的是大碗的 15块钱一碗 两口足 这个是密点 对 不是密点 是large 哦 这是小碗的 大碗 大碗12块 对 15那是三种 哦 就是只点了一种肉 哦 这一碗只要12块 还点了一份猪排饭 然后两碗越南粉 我们四口热喝 胃口还是挺好的 坐在户外吃饭感觉好好啊 天气也舒服 凯琳 把那扔到地上了呢 风烟又红了好多了 今天温度只有14度 我们要去TRAIL里面骑滑板车了 我们现在直接把车子开到 前段时间我们骑那个TRAIL嘛 就骑到这公园附近 然后就没电了 我们今天直接开着车到这儿 然后继续沿着那个TRAIL 往下接着骑 现在多伦多市内的枫叶还没怎么红 北边都已经红透了 阿港坤那边 然后今年我们这个房车还没改完呢 就没法去那边去赏风了 只能在多伦多市内溜达了 看看爸爸这两天改装房车的成果 现在地板正在做保温 已经做了一半了 好 我们现在已经停在这个公园的停车场了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滑板车拿出来之后 带着两个宝贝沿着上一次的那车又接着骑 今天已经到14度了 感觉到特别的凉爽 我们小宝贝们都穿得很厚 已经穿上了那个那种棉服了 这边好美啊 我们现在要出发啦 哇 看这大片的绿地 好漂亮 这环境可真好 对 哇 这颜色好美啊 果然比我们上周来这个trio的时候 这个秋天的颜色更浓了 哇 太漂亮了 这景色真是太美了 看看这边的河水 哇 真的是超级的喜欢加拿大的秋天 太喜欢这秋天了 太美了 哇 感觉我们好像在大森林里边骑行 多伦多这个森林的覆盖率也挺高啊 这样感觉 这么大的城市里边有这种trio真棒 左手边就是潺潺的流水 小溪 秋天的颜色又来了 风夜 阳光照在身上好暖和呀 前方又出现了木栈道 哇 看看这边 这个就是芦苇草嘛 配上这个木栈道 真美呀 Hello 哇 这里边好美呀 氧气都变得充足了 哇 好喜欢秋天的加拿大呀 真的是太美了 这边骑着骑着就到了一个小区的side walk上面 然后走一段还会进到trio里 又穿过了一个小区 我穿过了一个小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要剪树叶然后撒到冰冰 好多的树叶 真美 我们骑着滑板车到了这个九号小院 这个是Univill这条街 夜景好美啊 现在我们打算在这个九号小院点两个烤串 站在这吃 然后再回家 这是他们家的menu 直接就贴在这个外边了 好有氛围啊 看树上的这个脚灯好漂亮 看我们小宝贝 是吗 他们家这么火棒 看他们家里边好多人呢 都在这排队呢 现在爸爸进去买烤串了 然后我们在这等呢 像童话世界吗 哇这个餐厅户外 坐得好温馨呢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人好少啊 是因为天太冷了吗 我们冻的都已经戴上手套了 看都戴着手套了 对啊里边没有人 秋风扫罗夜 今天晚上好冷啊 等着爸爸的小宝贝 哇这么快就烤好了 哈哈我们的烤串烤好了 尝尝他们家的烤串怎么样 哇好好吃啊 啊好吃啊 不错啊烤的挺好 好香啊 他们家的羊肉串 四串七块八加币 哇看爸爸点了好多呀 好多串啊 这是什么串啊 不知道 也不知道这是啥肉 羊肉 羊肉 这也是羊肉串 刚才也是羊排 哦 卡林的胃口好好 爸爸让这些羊肉串里都没放辣椒 两个宝贝都可爱吃了 啊烤肠 拿着吧 开门那个羊肉串 也快吃完了 这嘴吃的 我的天 看林这嘴小嘴吃的 哇爸爸点了烤鱿鱼 哇好诱人呢 看着 我们吃完九号小院的那个烤串 现在又到马路对面这边有一家吃苏西的 爸爸现在进去再打包一份苏西 我们在门口吃 开门吃烤串吃的超happy 然后现在又吵着要吃苏西 今天还挺冷的 我们三个在这等爸爸这风吹的呀 这根风好大 嗯 我们的苏西好了 苏西 我要苏西 四十 啊这一份就要四十加饼 对 哇 张嘴 来 嗯 嗯 好吃 他们家这个好新鲜 爸爸对他们家的评价就是比大同华的好吃 全家躲在这个避风港湾里吃 风好大呀 我们在淋漓的寒风中 在这个门口吃 躲在角落里把这个苏西给吃了 现在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在这吃了两顿 终于要回家啦 好冷啊